我和朋友结伴去水库边钓鱼 却被能伪装成人的山鬼盯上了 我们用提问的方式试探彼此 朋友露出了他诡异的微笑 你的生日就是今天呢 本想给你个惊喜 哈哈哈哈 我扭过头去看着昆昆 昆昆也有些愣神 我不一般过农历年嘛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我杨丽生日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们在给昆昆弄生日惊喜 停电是为了制造氛围呀 阿峰去拿蛋糕了 应该快回来了 我们三人呆愣在原地 这怎么回事啊 那之前你们互相看到对方死掉幻象的事 也是假的吗 不 我是真的看到掉台塌了 生日什么的 我完全不知道啊 白杰似乎也觉得不太对劲了 他回头朝着黑暗的地方大喊 阿峰 快出来呀 黑暗中却没有人给出任何回应 我跟昆昆对视一眼 还是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真不对劲 如果阿峰只是去推蛋糕 怎么要这么久 而且电话也没人接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白杰终于也感觉有些不对劲 表情变得不安了起来 昆昆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 我才不是什么善气 别 你先别过来 我去找阿峰 也许是为了自证清白 白杰扭头往黑暗的餐厅跑了过去 白杰 你 我 昆昆欲言而止 伸出的手也一直停在半空 直到最后 他也没有去追 客厅里 又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不行 我们得报警 哪怕是虚惊一场我也认了 喂 110吗 昆昆用了比较夸张的说法 把119 110都打了一遍 说有同伴失踪 可能会遭到意外 但是他们无法马上就赶到 因为暴雨引发的山民 阻断了必经之路 看来连冒雨开车下山求助都不可能了 卧槽 我们只能想办法自救了 怎么自救 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水库的吊台真的塌了 然后 阿峰不见了 现在白杰也很古怪 今天这些事绝对不正常 既然如此 那只能按真的见鬼了这个情况来操作了 啊 首先我们转移位置 去最安全的地方 到处黑灯瞎火的 哪里安全 去楼上 你们没听老人说鬼都是怕高的 越近地面阴气越重吗 我跟小婷对视一眼 都没说话 黑暗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 空灵的声音 声音不带一点感情色彩 声线还有些阴郁 在这样漆黑的夜里 显得格外惯异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 白杰说的是真的 他跟阿峰真的准备给我过生日 不对 这歌声实在太让人毛骨悚然 根本不像是活人的声音 没多久 阿峰和白杰捧着蛋糕走了过来 可是摇曳的烛光下 蛋糕的形状却让我毛骨悚然 我靠 还真是给我庆祝生日来着 刚才还谨慎的昆昆 这会竟傻傻地迎了上去 呆呆地看着烛光 喃喃自语 原来原来是这样啊 这就是那件重要的事 阿峰跟白杰脸开走笑了 我顿时明白了 昆昆看到的 跟我看到的景象一定不同 走 赶紧走 我和小婷转身慌不择路地 冲回房间锁上门 我万分不减 如果山青那么容易迷惑到人的话 我和婷婷为什么没事 她好像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因为在她喃喃自语的话里 提到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那件重要的事 她说的重要的事 难道是帮昆昆庆生这件事吗 小婷 你之前也说过的 似乎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指帮昆昆庆生吗 不是啊 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要给昆昆庆生 那 你能想起来是什么事吗 小婷低下头 开始思索起来 你们说的重要的事 可能是同一件事 有可能正是这件事 惹怒了什么东西 大家才会 被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弄明白这件事 可能是驱赶它的关键 可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别着急 从我们今早到这里开始 重新好好想一想 她点了点头 开始缓缓回忆了起来 突然 她的表情一变 猛地抬头看我 表情是我看不懂的惊恐 我正要问 房门砰的被用力撞开了 是昆昆 你也想起来了 对吧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小婷音声了 小婷 别回应她 她很有可能 已经不是昆昆了 阿文 你记不记得 你为什么一个人先回来 我身体不舒服 就先回来了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小婷抬起头 居然双眼含泪 我想起那件很重要的事了 那件事就是 我们都死了 阿文 你是第一个死的 你是第一个被水冲走 跟大火分开的 开什么玩笑 我明明记得我 回到了家 才下暴雨 瞎说什么 小婷看着我 眼泪流了下来 我突然感觉一阵头昏脑胀 好像真的不记得 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了 难道我真的死了 我扭头看向门外的昆昆 现在白杰和阿峰也站在那 他们三个人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让我感觉非常陌生 这难道是山七的阴谋 这三个人都不是真的 都是幻觉 那小婷呢 我朝着小婷伸出手 小婷 可是 小婷却抬起头 泪流满面地看着我 我们都死了 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 死我们也会在一起的 她脸色顿了顿 又看了看门外 那几个人 似乎有些愁愁不定 她向下了什么很大的决心般 朝我走了过来 就在这时 忽然灯火通明 来电了 无论是小婷 还是昆昆都消失了 小婷 阿文 你快下来啊 声音从窗外飘了进来 我转过身打开窗 外面雨势小了很多 空地上站着的是小婷 阿峰 昆昆 还有白姐 小婷这个爱哭的家伙还在哭 好心痛啊 大家都死了吗 我真的也死了吗 是啊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最爱的人 如果他们都不在了 我一个人又有什么意义 不管我们是人是鬼 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就无所谓了 死就死了吧 小婷 别害怕 我来了 我爬上了窗台 准备纵身跃下 阿文 快回去 快回去 我还想问她为何 忽然一股滚 背后一推 我瞬间失去屏风摔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泥地里 头砸得眼冒惊心 脚疼得完全使不上力 大概是舌道 我艰难地抬头朝四周看去 是山妾 她拧着一把九级斑斑的斧头 朝我走来 我眼睁睁看着 却无法挂 身体的疼痛 让我仿佛一下 头脑清醒了过来 我突然一下想明白了整个事情 山妾不能进住宅是真的 婷婷他们可能 也是真的溺水死了 山妾用某种手段 蛊惑他们的灵魂进来 引诱我出门 甚至是跳楼自杀 我无力地看向婷婷 真是个爱哭鬼 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 别担心 我马上也来陪你了 我闭上了眼睛 只希望 山妾下手 能快转横一点 别让我太痛 阿文 你快跑 快回屋里去 小婷 小婷不知道什么时候 爬到了山妾的背上 用双手在山妾的眼睛上抓闹着 阻挠她的视线 山妾似乎有些意外 呆愣了片刻 才嘶吼地用手抓小婷 但是小婷仿佛只是换一弹 根本没办法被抓住 一时间看不见前面的 山妾气的不断雾 却无可耐用 我抓住机会 朝大门努力上去 突然山妾停止了吼叫声 我回头看去 只见山妾咀嚼着嘴 仿佛在吞噬什么美味 小婷脸色愈发苍白 颤抖的身体 开始变得阴阴及透明 我似乎感觉得到 小婷在从这个世界 慢慢地彻底消失 一种绝望和悲愤 从心头涌起 放开他 不要啊 小婷 阿文 你快走 你俩醒醒 你们踏马的 还是不是男人 这狗粮我忍不了了 干他压的 老子跟你拼了 拼个魂飞魄散 也要弄死这狗猴子 昆昆三人 仿佛突然清醒般 否则也朝着山西冲了过去 小婷仿佛脱离般 掉在了地上 身体越来越透明 最后消失了 山西还来不及反应 昆昆三人又冲上去 捂住了她的眼睛 小婷 小婷 听你妹啊 快给劳子爬呀 门边挂花后面 有备用钥匙 别让我们白死啊 混蛋 记得帮我把地盘的学习 做到清空 我就说你怎么晚上 就使不上戒 我 我的电脑也是 听着他们的声音 越来越小 我流着泪 顺利朝着门口 爬去 眼前几米远的距离 对现在的我来说 却仿佛深渊般 遥不可见 很快背后 响起了脚步声 是山西 她应该是像对待婷婷一样 也把昆昆他们的魂魄吸食了 她用星红的眼睛冰皱着 打巴着嘴巴 似乎在期待更多 美味的灵魂 她将我提起来 似乎是打算将我的灵魂 活活吸走 去死吧你 我把刚才捡到的半截路 猛地扎进了她的一个眼睛 她痛得 嘶吼着捂住了眼睛 斧头就掉在我的身边 我抡起斧头 狠狠砍向她的腿 她失去支撑 倒在我身边 我用尽力气 抡起斧头 朝着她的头 一下接一下打 直到我筋疲力尽的连手 都举不起来 她的血流了一地 原来也只是一只 有血有肉的怪猴子而已 雨还在下着 似乎比刚才又大一些了 我缓了口气 努力用斧头 支撑自己站了起来 子子 突然身后传来一些动静 我回头看去 绝望地发现 屋子 树上 不远处 这样的怪物 远远不止一只 他们用星红的眼睛 都贪婪地看向我 婷婷 我很快就来陪你了 昆昆 阿峰 白杰 至少我给你们报仇了 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只有雨声息息利用 我猛地睁开眼 地上又增加了三只山漆的尸体 山漆们吓得坐鸟受散 几只山漆拉起地上的尸体 逃走了 远处一个猎人打扮的人 慢慢走来 肩上似乎还扛着什么 这一下 应该是真的得救了吧 我紧张的精神 忽然松懈下来 眼前一飞 就倒了下去 阿文 阿文 你醒了 是小婷 你没死 还是我死了 我们都死了 但是我感动了上天 所以又让我们都活了 闭嘴吧你 地盘男 是个住在附近的猎人 叫李奥鸟 他说以前也跟朋友 遇到过山漆 朋友都被杀死了 只剩下他活了下来 从此每到余夜 就会出来巡逻 寻找山漆报仇 他在河下留救了我 我像做梦一样 开始还在跟山漆打架 后面突然醒来就看到他了 我也是 如果不是他把我们捞起来 我们估计就死定了 听说他还有做动画 给这样的大好人投个币 点个赞 给个三连不过分吧 门外响起消防车 和救护车的声音 看来警察他们已到了 去医院的路上 我看到吊台和桥 确实都踏了 听阿峰说 这里每次暴雨 都要淹死不少人 那些人的灵魂 估计都成了山漆的水